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一名网友日前到自助餐店,只加了二样菜却要170元,让他觉得太贵,并上脸书报废公社贴文,但不少网友看到以后,直呼其实很便宜了。 这名住在新北市的女网友在脸书报废公社贴出一张照片,表示自己到自助餐店加了虾仁炒蛋和糖醋排骨,单单两样菜却要170元,让他不禁疑问,是我吃米不知道米家吗? 不少网友看到贴文后表示,女网友家的这两样菜本来就不便宜,而且照片上看起来的份量已经很多,170元又这样已经很不错,算便宜了。 但也有中南部的网友跳出来表示,看了其他网友觉得价格合理,不禁感觉台北人好可怜,指出这样的菜色份量在南部顶多100元上下,直呼南北物价真的差这么多吗?